黑龙江省加姆斯市汤圆县法院6月16号上午强加罪名审判当地法轮功学员李海善 来自北京的律师李雄斌为李海善做了无罪辩护 当天旁廷席坐满了人,法官没有在当庭做出判决 3月5号,黑龙江省加姆斯汤圆县国报警察以家中有九评共产党和法轮功等书籍为由 将汤圆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李海善绑架,关押在当地看守所 6月16号,检察机关强加罪名开庭审判李海善 北京市高博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雄斌受委托做李海善的辩护律师 他的辩护以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 已经伴随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一段沉痛的历史作为开场白 并表示李海善的个案是这段历史仍在延续的一个普通案件 李雄斌律师透露,李海善在当地口碑很好,人非常亲和 从单位到邻居,警察及开守所的管教都承认他是个好人 他表示当天的审判,李海善表现出的平和谦让 没有对抗和仇恨的心态,得到旁听者的一致认可 李雄斌律师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案件的法律事实 以及对本案的总结和思考三个方面为李海善做了无罪辩护 但却几次被检察官无力打断 李雄斌表示,从这个庭审感觉 司法面对的是谁,被告人危害的又是谁 法庭最终没有胆量和魄力当庭做出李海善无罪的判决决定 听审结束后,所有参加旁听的人都没有离开 目送李海善上警车里去 这是新唐人记者石元方晓采访报道